James, this is about you and we want you to recognize this chance you have right now but I don't care about that stuff I already know that Briggsby is the greatest hero and when everything is against him, he never gives up even if it's hopeless he's my whole life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Briggsby and you never will 光言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昨天下班回家时 邻居门前的废品箱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硕大的娃娃熊静地依靠在角落 仿佛在有哀伤的双眼看着我 可能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过这样一个布娃娃 它陪你走过了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 也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承载着你的喜怒哀乐 但终有一天你要与自己的玩具熊告别 我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 其实面对成长中的那些告别 我们还能有不一样的见解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布里斯比雄》 不论是墙上还是桌上 詹姆斯的房间无疑是雄的世界 但这只雄可不是普通的雄 而是伴随着它长大的布里斯比雄 作为《布里斯比雄》系列剧的主角 这只雄早已成为了詹姆斯心中的大英雄 布里斯比为了守护世界的光明 勇敢地对抗着夺日者 即便希望渺茫 他也从不放弃 詹姆斯不会错过系列剧的任何一集 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接受更新 并在网上同其他粉丝一起 分享各自对最新剧情的见解 虽然夺日者总是一次次逃出正义的制裁 但早就将过往剧情钻研透彻的詹姆斯 已经想出了让布里斯比击败夺日者的点子 如果布里斯比永远不会放弃 那詹姆斯当然也会坚持下去 一直到夺日者被击败 世界重现光明的那一天 詹姆斯的世界确实是缺少光明的 父母从小就告诉他 外面的世界充满有毒气体 从詹姆斯计事起 一家人就身居在地堡里 只能偶尔爬到顶部的玻璃屋内散散心 詹姆斯时常会好奇 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怎样生活 他也很想见见那些喜爱布里斯比的伙伴们 可惜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这一切都离他太遥远 父亲每次听到这里都会安慰詹姆斯 只要你能保存住自己的梦想和想象力 就一定能从糟糕的世界中逃离出来 可詹姆斯生活的剧本不在自己手里 父母才是他的编剧 弟弟日复一日的生活 实在有些扼杀想象力 而一天天长大的他 也将许多自己想见的人 想做的事深藏在心底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在深夜爬起 詹姆斯面色凝重地戴上房东面具 来到外面的世界看了一眼 可偏偏就是这一次尝试 给詹姆斯招惹来了外面的危险 他惊恐着躲避远方红蓝相见的灯光 可还没来得及提醒父母逃跑 一家人就被闯进地堡的外来者控制 他自己也被带上了驶向未知的车里 并没有被伤害的詹姆斯顿感疑惑 他也惊奇地发现 外面的空气并没有什么危害 他被带到了一个名叫警局的地方 接待他的男人自称围火警长 正是他找寻到了詹姆斯的踪迹 原来地堡里的两位编剧 并不是詹姆斯的亲生父母 詹姆斯真正的爸妈妈妈 正在门外等他 夫妻二人看着失散多年的詹姆斯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只是此时的儿子还没有从刚刚警长的话语里缓过神来 家中的亲人和狗都是那么陌生 自己的房间虽然整洁明亮 但就是没有他喜爱的布里斯比雄 这是詹姆斯来到新家的第一顿晚餐 他依旧保留着饭间祈祷和握手的习惯 只是当他进行到寻找话题的那一项时 却发现身边的家人 竟无一人知道布里斯比雄是何物 原来他们并没有看过这部系列剧 直到父母给儿子打开电视后 詹姆斯才意识到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电视节目 可尽管有这么多频道 詹姆斯还是找不到心爱的布里斯比雄 他唯一留意到的 是自己曾经的养父母正式被批捕的消息 为了让淤淤寡欢的詹姆斯尽早融入新家庭 父亲第二天特意请假 带儿子去剧院欣赏了最新的电影 可即便如此 孩子还是像着了魔似的 反复回想着布里斯比系列剧的情节 父母担心孩子是被罪犯留下的影像控制 只好为詹姆斯请来了心理医生 经过医生一番讲解 詹姆斯才得知 布里斯比雄从头到尾 都是养父艺人精心策划出来的 地宝的电脑只能连接局域网 每天和詹姆斯交流的粉丝 也只不过是养父母假装出来的 从今往后 不会再有布里斯比雄的故事了 终于得知真相的詹姆斯沉默两久 突然他抬头问起自己回家前看过的那部电影 在得知外面的世界人人都可以拍剧后 詹姆斯疯了似的跑回自己的房间 在电脑里了解着电影拍摄的相关知识 布里斯比雄永不放弃 在把光明还给世界之前 故事还不能结束 一组组分镜头画面 接连在詹姆斯的想象力中诞生 只是光有构思还不够 想要完整地呈现魔法世界 必须要有其他的帮手 正当他苦思冥想之时 妹妹却突然找上了他 原来妹妹的高中同学准备举行派对 可他实在找不到难办 只好让大哥来临时冒充一下 从未参加过派对的詹姆斯 就这样惶惶不安地游走在了舞池间 妹妹的好友梅若迪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但还不知如何与女孩相处的詹姆斯 注意力全在另一位同学斯宾塞的衣服上 斯宾塞也是一个电影迷 可能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 他常常在身上携带一些置换药物 但才刚刚来到外面世界的詹姆斯 只当自己吞下的是一块糖果 药效慢慢发作 逐渐感到不适的詹姆斯 被梅若迪拉到了一旁的小房间里 女孩借着二人的药效 几乎就要挑起一番云语 可这时的詹姆斯却突然大叫起来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派对现场 这让还坐在屋内的妹妹直呼丢脸 詹姆斯此时的大脑已完全被药物所占据 他竟然在天空中看见了可怕的夺日者 在反派施加的一系列攻击下 他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所幸一切都只是詹姆斯的幻觉 他平安无事地在斯宾塞的房间醒来 墙上众多的电影海报引起了他的注意 尤其是斯宾塞正在学习的特效制作 这正是詹姆斯心中故事所急需的 他索性将布里斯比雄的精华选集 都交给了这位朋友 希望有人能对他的故事感兴趣 随后詹姆斯又想起了存放在警局的道具 毕竟特效只能够代替魔法 要想拍出心中的故事 他必须得到清单上的物品 可这些都是涉案的道具 维果警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对方 可遭到拒绝的詹姆斯并没有太过失望 看着眼前的警长 他越来越觉得这位大叔像一个人 想象力丰富的詹姆斯一路尾随警长 终于将自己的创作构思分享给了维果 出乎到意料的是 警长曾经也是一位热爱表演的少年 他至今还能回想起当年背过的台词 只是时过境迁 他最终还是放弃梦想 做起了别的工作 听到这里 刚刚还兴高赛烈的詹姆斯 顿时伤感了起来 临别前他告诉警长 你没有期许做对自己重要的事 这真令人难过 维果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回到警局的他 还是忍不住把玩起那些影视道具来 可能是受到了詹姆斯梦想的鼓舞 警长还是找上了对方的家门 把自己能截留的道具都送给了詹姆斯 虽然东西不多 但那个最重要的布里斯比雄还在 眼看着梦里出现过的水晶和权杖 竟然真的来到了自己眼前 詹姆斯兴奋不已 只是他现在有多高兴 父亲对他却有多担心 在老爸眼里 这些道具都是罪犯用来麻痹自己孩子的工具 警长这样的做法 对儿子走出阴影并没有帮助 他很忧虑儿子是否能完成转变和成长 毕竟詹姆斯已经没有生活在那个地堡里了 得到偶像的詹姆斯高兴得罔乎所以 连父母的关心都被他一一掠过 只有妹妹的愤怒能将他打回原形 如果不是要为斯宾赛转电话 他根本不想找这个让自己丢脸的哥哥 斯宾赛找詹姆斯不为别的 他已被布里斯比雄有趣的剧情设计深深吸引 他也将部分精彩片段上传到了网络 许多人都期待着布里斯比故事的结局 这一次与詹姆斯志同道合的 再也不是被假扮出来的网友了 他将自己的构思一一说给斯宾赛听 在满墙的分镜头里 布里斯比雄一路过关斩将 在微笑女孩的帮助下 夺日者最终被英雄彻底击败 世界重回光明 斯宾赛看着图压里展现的场景 不禁联想起城市郊外与其相似的林地 只要再加些绿幕和道具 他们明天就可以拍摄续集 两位好朋友说干就干 自然风光和废旧物品都可以为他们所用 虽然制作稍显简陋 但剧集里蕴涵的心意还是打动了不少人 如今的詹姆斯走在超市里都会被粉丝认出 受到鼓励的詹姆斯越干越卖力 为了向大家呈现出完美的爆炸效果 他竟然真的从网上学习了制作炸药的方法 可能是被小伙子这股镜头感染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拍摄的队伍 宝道未老的警长将剧中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连妹妹和他的同学都赶来一起帮忙 自己心中的故事就要在荧幕里实现了 詹姆斯高兴不已 欢快的一行人来到了拍摄场地 原本还不适应新世界的詹姆斯 此刻朋友遍地 只是除了拍摄工作之外 他还有些题外话想和梅洛迪讲 其实二人上次相聚在派对时 詹姆斯也十分渴望梅洛迪的身体 但他实在觉得 没有长久关系的男女不应该去做这件事 终于破除心结的二人分道扬镳 妹妹也原谅了詹姆斯 自编自导自演的他 终于可以去拍摄自己期待已久的重头戏了 詹姆斯将自制炸药安放在计划场地 自编再也架设好了车尾的摄像机 扣人心弦的爆炸镜头终于来了 只是导演制作的炸药威力实在太大 二人险些被卷入警局 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巡警 不明就里的詹姆斯 还以为自己有解释的余地 刚刚还在开开心心拍电影的二人 倾刻间就坐上了警车 善良的詹姆斯没想到自己会把事情搞砸 警方在斯宾赛的车上 找出了大麻和酒精 原本属于警局的布里斯比道具一也被发现 可斯宾赛和警长 都与眼下的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在詹姆斯眼中 大家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才聚在一起的 他将所有的罪名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可就连刚刚还在对詹姆斯发脾气的警官 都很认可詹姆斯一行人拍摄的作品 但不论如何 詹姆斯的行为在外界看来也是无比疯狂的 爸妈和心理医生都对他的状态感到担忧 大家都希望詹姆斯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 在大人的眼里 外面的世界已经足够精彩 为什么还要纠缠于布里斯比呢 无人理解的詹姆斯顿感委屈 他只是想给永不放弃的英雄一个结局 难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真的都只是因为过去留下的阴影吗 还不大会开车的詹姆斯深夜从家中逃离 他迎着眼前的朝阳 穿过自己从前无数次凝望的原野 回到了那座自己前半生困居的地堡前 果然一切都不过是养父精心布置的道具 难道自己过去深爱的一切 都像自己的所见所闻一样 只是一场骗局吗 詹姆斯真的不甘心 告别地堡的他仿佛老了十岁 眼前的公路咖啡店 是他唯一能找到的亲身之地 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的詹姆斯 翻来覆去地看着菜单 突然这时 吧台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正是一直帮助着布里斯比熊的微笑女孩 可能是有心灵感应 姑娘也注意到了这位奇怪的客人 只是詹姆斯并没有回答对方要咖啡还是冷饮的问题 他看着面前美丽的姑娘 说起了关于剧情的问题 姑娘大惊失色 她当初只是坚持拍摄了一些公益剧集 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形象 会被用在远处的地堡里 詹姆斯心中最爱的微笑女孩并不存在 有的只是眼前已经成为母亲的惠妮 剧中的女孩会一直支持布里斯比 但惠妮无法承担詹姆斯的爱意 大梦初醒的她 只想请求对方参演自己电影的大结局 还没来得及答复的惠妮 被屋外再度闪烁的警灯吸引 失魂洛伯的詹姆斯默默站起 将最后拯救布里斯比的道具送给了惠妮 在被警察带走之前 她大声告诉姑娘 我爱你 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爱着詹姆斯的爸妈 虽然此刻有万般不舍 也只得同意了医生和法官的建议 将詹姆斯送举了精神病院 一直忙个没完的导演 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关注自己 彻底见不到布里斯比兄的他 只能和另一位心事重重的病友不停划圈 但他不知道的是 布里斯比兄从来没有消失在外面的世界 不论是他的妹妹还是好友斯宾赛 甚至包括原先不支持他的父母 大家都围坐在一起 看着詹姆斯精心构思出的结局 结局里没有过去的阴影 只有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住院许久的詹姆斯 依然和所有心事重重的正常人一样了 医生也认为他做得很好 他告诉詹姆斯 曾经住在地堡的那两位养父母 已经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二人即将入狱 不论对谁而言 接受这一切都不容易 告别过去确实很难 但你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詹姆斯当然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不该待在精神病院里 在平日一起玩耍的病友协助下 他顺利逃回了家中 只是原本想偷偷摸摸的他 突然被楼下车库的动静吸引 缓缓走近之后 他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大家都在为他准备惊喜 布里斯比没有被大家丢弃 恰恰相反 父母也意识到了 儿子做这一切的意义 大家都期待着 故事最后的结局 只是为了拍出圆满的结局 还需要找到剧中旁白的配音 父子二人一起来到了监狱 詹姆斯再次遇见了 这位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父亲 杨父亲一与孩子巨大的成长 也深深认经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竟然接受了詹姆斯 交给自己的台词 他像从前无数次那样 完成了自己的配音 备受大家期待的 布里斯比大结局终于来了 生怕大家不喜欢的詹姆斯 不敢走进剧场 紧张地在厕所吐了起来 但这位主演的担心实属多虑 观众们十分喜爱这部电影 尽管电影特效简单 篇幅紧凑 但美好的画面与寓意 还是是真打动了大家 结局里的布里斯比 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自己的努力中 一步步地来到了夺日者面前 就在这最紧要的关头 微笑女孩也如约出现 将关键道具交给了自己 永不放弃的布里斯比兄 纵身一跃 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与大坏蛋夺日者同归于尽 宇宙得以重启 世界终将重回光明 詹姆斯也终于在 家人和朋友的欢笑中 告别了心中的那个布里斯比 全片完 布里斯比兄是2017年 上映于美国的剧情喜剧电影 从小被养父母带走的詹姆斯 终日活在对布里斯比的幻想里 在地堡长大的他 走过了一段匮乏的成长经历 他缺失了许多同龄人 应当具备的秉性 但也因此保留了 无穷的想象力 和永不放弃的决心 当警灯第一次 在玻璃屋外亮起时 外人眼里的詹姆斯 就已经被解救出来 可只有詹姆斯自己明白 他就像布里斯比一样 没能将夺日者彻底击败 他必须要为自己前半生的故事 留下圆满的结局 善良的詹姆斯不会缺乏友谊 他也收获了深爱者他的家人 只是找寻结局的道路并不顺利 当警灯第二次亮起时 詹姆斯正经历着自己最为苦闷的时期 他原本想给世界带来光明 却让身边的人一次次失望 他也不敢去想故事的结局 詹姆斯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一切故事的缘起 在重游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后 在见过了自己曾经日思夜想的人后 当第三次景灯亮起时 他终于逐步认清了自己 只是做自己 并不需要将过去的一切都隔离 你也不会因为做自己 而失去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 永不放弃的詹姆斯 虽然最终还是告别了布里斯比 但也依旧给自己的故事 留下了圆满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看到这里的大家 可以抚平一些自己成长当中的遗憾 也能为自己的故事 留下圆满的结局 如果你曾经也有过这样一只难忘的熊 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